今天凌晨四时许,在台东市台九线383K处发生一起追撞车祸,一辆黑色买三在路上狂飙,以四位注意停等红灯的立姓女子的车辆,直接撞上,造成比女与其小孩受到轻伤。 警方调查发现,肇事的黑色车辆飙车时竟然在脸书开直播,还不断呐喊,狂吼,枪声开宾是又怎样,纵杀了。 结果下一秒就撞上李女车子,李女弟弟在脸书贴文将黑车内两名男子马的智障,喝酒开车还开这么快,还好我姐跟小孩轻伤而已,并把直播影片及辆车撞烂的贴上网路。 直播中开车者狂骂三自惊,引起网友态罚,有网友认为,一台马三,以为是超跑哦,就发生在我们公司前面,肯定是酒驾,没死真是命大。 直播自己车祸我也是醉了,整路干干叫是有病吗? 这种癖还这次没死,还有下次。 这下漏气漏很大,再加上不知道要出门被自己的朋友私下嘲笑几次,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这种之活在自己幻想中的白痴。 开马三狂标脸书还直播,竟然直播到自己撞车画面。 图结字脸书。 分享。 开马三狂标脸书还直播,竟然直播到自己撞车画面。 图结字脸书。 分享。 分享。